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了这一台小钢炮的动态性能 但是呢 我还是从外观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这台车的确是太有个性了 首先它的整个尺寸定位是一个小型的SUV 但是呢 这个R-Style版本也就是相当于奔驰的AMG宝马的M-Power那种感觉啊 它在整个外观的一个设计上呢 给你足够激进的感觉 它全车用上了很多比较激进的设计 或者叫比较能线分明的切割线条 整个前连给你营造出来的战斗感是非常足够的 另外呢 在前车的前产包围 还有一些黑化的套件的碰撞下呢 我觉得这台车也是彰显出来它年轻活力的一部分 那么整个灯组的设计呢 也比较有特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上了这种折角折线的设计 另外呢 内部的LED灯带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外部的这种切割线条呢 也是非常契合的 那么整个进气格扎的尺寸呢 也不小 因为它是一台燃油车 所以说呢 它用上了比较传统的进气格扎 而且呢 用上了直扑式的线条 整个造型呢 也是使用了切割的一个状态 来到车身侧面呢 你会发现这一台 引速GS3呢 其实整个尺寸是非常紧凑的 它的车身长度只有4446毫米 轴距呢 是2米6多一点 给人的感觉呢 是非常干练的 而且这一台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有个Arsdale的标识 也就是说它是有区别于普通版本的 做了一些运动化的标定 比如说这个轮毂啊 用上了一个比较运动化的多条幅的黑化轮毂 而且呢 这周围还有圈亮色的包边 那么还有点呢 就是整个车身的一个配色 也是非常活跃跳跃的 包括轮圈 还有车顶行李架 以及后面的这一块饰板 都是用亮色做了一个颜色的冲击 那么另外呢 这台车也是用上了隐藏式的门把手 那么整个侧面的线条呢 也是比较平直的 给人直来直往的一个感觉 我们再到车身后面来看一下 来到GS3影速的尾部呢 我觉得这是设计感拉满的一个地方啊 首先上方有个非常帅的尾翼啊 而且是左右两段的 中间集成了一个高位刹车灯 那么整个灯组的一个设计呢 也是契合了整车的线条感 非常有立体感 而且呢 它是处于一个不规则的造型 那么再往下看 它的下包围就比较夸张了啊 这也是我想着重给大家体验一下的 我蹲下来 大家有没有听到突突突的声音 因为现在这台车处于一个怠速的状态 它是有原厂的音浪在的 而且在刚刚动态驾驶的时候呢 我们也在车内能够感受到这台车的一个音浪 随着转速的一个变化 而且还有一定的回火的感觉 我觉得这在这个价位是不太多见的啊 那么另外说回到它是一台SUV 就不得不提它的空间的使用性 虽然说是一台小型SUV 但是整个后备箱打开之后呢 你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平整的 那么下方呢 给到了一个备胎 虽然说整个空间感不是那么那么的充裕 但是呢 如果我们需要装载一定货物的时候呢 它的四流比例放倒的座椅放下之后 整个后备箱空间能够做到一定的扩充 这台车在这个场地里边动态的一个表现 首先它的动力呢 是搭载了一台1.5T的发动机 匹配七速 湿式双离和变速箱 官方给到的最大马力呢 是177匹 峰值扭矩呢 是190牛米 虽然说单纯的从数据上来看呢 并没有那么的夸张 但是这台车整体的一个调教 还有这台发动机的一个升功率啊 是非常有空间的 那么首先这个场地呢 有一个零板的一个加速段 那么在直线加速这个项目当中呢 这台车的弹射起步是非常轻快的 不过由于这个场地的原因 这个开其实是比较挠地的 会有一定的打滑 因为是前驱车嘛 我看了一下它配的轮胎是米其林的PS4 是一套比较偏向于性能的轮胎 所以说我觉得在比较好的场地下 能够发挥出更好的一个性能 那么另外呢 就是变速箱的一个配合上 因为我们在整个场地内用的都是运动模式 或者叫运动加的模式 所以说它整个调教的是比较激进的啊 转速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转速 而且呢 换挡的一个速度 或者说换挡的一个逻辑呢 也是偏向于运动性能的啊 给我的感觉这台七速试试双链和变速箱 在这个场地当中的一个换挡啊 会更适合一些 或者叫更聪明一些 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的底盘调教 因为它的车人尺寸呢 比较短啊 整体的一个车长呢 只有4446毫米 轴距呢 2米65 所以说在一些过弯的项目当中啊 会感觉这台车是非常灵巧的 跟我们之前试驾的引爆来说的话 我觉得这台车的操控感会更强一些 而且在转向手感上 它有一定的转向的循迹性 操控起来呢 是更加的得心应手 悬架部分呢 GS3 引速配备的是前麦夫圈 后扭逆梁这样的组合 其实这个组合在这个价位的小线SU上 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并且在这个场地当中啊 在一些项目当中 比如说紧急并线 我觉得这台车的一个侧向支撑性 还有整个的车身姿态 它是能够拉得住的 那么在这个场地当中还有一个减速带的项目 连续的减速带能够检测出这台车的一个滤震性表现怎么样 但是呢 我觉得这台车整体的一个底盘调教还是比较偏向于运动性的 所以说在绿震的舒适性上 可能并不是他着重想要去表达的一个点 那么在后面呢 还有个单边桥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其实对于这台车来说 可能很少遇到实际的运用场景 但是呢 它其实向我们展示的是整个车内的一个透明底盘 或者叫无死角的一个视野 其实在日常的行车过程中呢 还是有所帮助的 从影报到影库 再到今天我们着重试驾的GS3影速 那么整个广汽传奇的影自备呢 我觉得它想突出的就是一个年轻化和运动感 那么今天试驾的这台GS3影速呢 我觉得在整个影自备的家族当中呢 它是最年轻最具个性化的 而且还有一些看不到的地方啊 我们今天没有着重拍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它在整个内饰方面 首先它的用料和做工是对得起这个10万元这个价位级别的啊 整个的一个软包皮质啊 还有整个的一个设计啊 是比较精致的 加上那两块屏幕的操作流畅度 我觉得也是非常ok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你虽然看着这台车比较小 但是呢 坐进车内的空间感啊 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率 包括后排的一个乘坐舒适度呢 我觉得也是有所保证的 那么GS3影速的售价区间呢 是在8.58到11.18万元 今天我们试驾的阿斯德尔 也就是运动版 它的顶配售价就是11.18万元 你觉得花这个价钱买到一台带声浪的 而且这么个性化的小型SUV值不值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